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花书生恋爱史》第四节 上集我们说到,有人将端午约到某处 端午到达后却被对方用剑挟持 威胁端午不准再找李舍 端午扭头看去,此人竟是江产 但端午态度坚决,不会放弃寻找李舍 文言江产泄气地松开了手 将幕后的另两个人叫出来 原来小烈和柳书生也在 他们听闻端午和判官做了交易 正在费尽千辛万苦找李舍 便想用这种方法劝端午放弃 但如今看来端午势在必行 小烈提议既然如此 不如他们几人帮忙一起寻找 但端午谢绝了他的好意 不希望几人也卷入其中 夜里端午睡不着江产陪他聊天 江产劝他如果感到害怕 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端午表示就算再艰难 他也要守护好家人 这句话让江产疑惑 端午一直对外称自己无情无故 端午这才意识到失言 连忙胡乱找理由搪塞了过去 失眠的小烈来到厢房附近 看到门口坐着一个 披头散发的白衣女子 女子见到小烈后 竟立即躲进了屋里 小烈也被吓得不轻 拔腿就跑 事后小烈特意向陆浩询问 陆浩说起端午的家事 端午有个隐士的姐姐 传闻中厢房里的处女鬼 大概就是姐姐 陆浩还特意叮嘱小烈别去厢房 像他这样模样俊秀的男子 格外容易招惹处女鬼 小烈听到此处 已经吓得灵魂出叫 晚上说什么也不敢一个人睡 硬是挤进了江产房里 江产被小烈抢占房间 只好来到复营阁过夜 江产遇到一个客人 对一位寄生呼来喝去 在大庭广众下动手打人 这名女子便是班若 江产出手相助 打得对方不敢还击 同时还放话买下班若的遗宴 班若来到江产的房中 江产并没有对他做什么 只是解开了他的头发 就当作他已经把初夜给了自己 班若第一次遇到如此温柔的男子 不禁对江产产生了一丝一样的情愫 次日江产得到通知 他的武士出事通过 端午也十分兴奋 向他表示祝贺 一大早柳淑生回到家里 刚到家门口就听闻噩耗 夫人性命垂危 柳淑生赶紧来到病榻前 夫人见到他来不为所动 反而喊着另一个儿子的名字 柳淑生十分失落 但还是来到复营格 雄找这位花天酒地的兄长 叫他回家 兄长二话不说 用酒淋了柳淑生一身 还对他的数子身份出言讥讽 柳淑生说着 如果父亲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会失望 一旁的复营格老板 听到柳淑生爆出家父的名字 神情中有些异样 柳淑生离开时被老板叫做 老板的语气变得温柔客套起来 他将柳淑生带到其他房间 想帮他擦干身上的酒 老板对柳淑生有一种小心翼翼的亲近 他如今知道柳淑生的身份 连看向对方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 几人知晓端午正在做的事后 一同威逼利诱 终于让端午松口 同意另外三人加入寻找理事的计划 小恋还给他们四人的团体 起了个名字 放雪团 不久后 放雪团第一次开会 端午近期打听到 理设和已逝的锦宁大军一家 关系叫好 大军一家早已落寞 家中奴婢分散到了各个地方 通过这些奴婢 或许可以打听一二 要想找到这些奴婢的下落 就要去掌历院 掌历院守备森严 但这难不倒小恋 小恋找到一位掌历院的官兵 在打牌时故意输给他 顺利获得了进入掌历院的机会 如燕 小恋 端午和江产三人 来到掌历院查资料 没多久小恋呼呼大睡起来 留下端午和江产二人继续翻院 江产借着灯光 欣赏着端午的侧颜 不小心和端午视线对撞 二人对有些羞涩的惊慌 江产找到一本册子 但他似乎不愿意让端午看到 悄悄放在了一旁 后来端午发现册子 并在册子里找到了一位奴婢的名字 终于小恋睡醒 他察觉到两人之间微妙的氛围 越想越觉得奇怪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 这明明是一男一女 擦住爱的火花时 才会有的眼神 回去之后 小恋故意把这一发现 透露给柳书生 这可怕柳书生急坏了 发现了线索后 端午去寻找这位奴婢 柳书生自高奋勇送他前去 到了目的地 端午的寻人计划并不顺利 柳书生集中生智 撒了个谎 称奴婢服侍过端午 端午即将出嫁 才想着来见他最后一面 闻言对方放下防备 端午如月见到了奴婢玉芬 玉芬曾是锦宁大军家的仆人 这次他没有提供什么有利线索 却记得服侍大军的那个丫头 为人张狂 如今已经成了复营格的老板 端午幡然醒悟 原来线索一直近在眼前 他立即来到复营格 询问老板对礼社了解多少 老板以他会有生命危险为由 劝他放弃寻找礼社 但端午十分坚决 无论如何他也不愿放弃 毕竟客栈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 闻言老板向端午透露了一些消息 是自临死前留了贵宝给世尊 那是只传给嫡系子孙的珍宝 上面刻有龙的纹路 与此同时 江产在路上撞到上扇 接着拉他起身的机会 往上扇手里递了一张纸条 江产用纸条传递消息 约上扇到某地见面 上扇来到见面地点 内禁卫的人也跟踪他来到此处 江产埋伏在外 悄悄将内禁卫的人都解决了 随后江产出现 让上扇离开这里 如果想活命 现在就要做出选择 到底是帮助世尊 还是与判官为伍 而上扇却说道 端午已经做出了选择 与判官达成了协议 此时判官来到此处 看到内禁卫的死状 震惊不已 因为他认出 这是影子护卫的手法 原来江产的真正身份正是一名护卫 如今端午想找李舍 江产身为护卫 理应杀了他 讨若留他一命 日后必成后患 上扇看出江产的迟疑 与他爱慕端午的心 江产恼怒之下 拔剑指向上扇 上扇临危不拘 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一个 知道世尊长相的人 留下还有大用处 这时判官带人闯进来 江产立即逃走 判官注意到有人离开 立刻射出箭尸 虽没能抓住江产 但至少将他射伤 判官逼问装睡的上扇 上扇谎称 自己一直在睡觉 什么都不知道 判官没有被上扇所蒙见 质问他 刚才逃走的是否是护卫 这话让上扇 抓住了漏洞 上扇反客为主 推测出 判官要找的人不是李舍 而是护卫 如果是这样 那他就要重新和判官 聊聊交易条件 江产拖着受伤的身体 艰难逃窜 好不容易甩开了追兵 江产一直想着端午 不知何时 端午已经来到他身后 端午将刚才打听到 有关世子留给世尊贵宝的消息 告诉江产 江产终于意识到 不能再让端午查下去了 受伤的江产晕了过去 端午拦住路过的轿子 花钱请对方帮忙运送伤员 端午和江产胆战心惊地躲在轿子里 和判官一行人擦肩而过 却被判官叫住 另一边 一位老者来找小烈 称呼小烈为殿下 并将一直帮忙保管的物品 交还给小烈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